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立法会直击》 我是胡凯文 来到农年最考试的立法会大会 讲讲今天的焦点动议 就是由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陈恒彬 提出一个建设新北大鱼山的议案 今天立法会直播室很开心 请到Ben上来谈谈你的议案 Ben 早晨 大家早晨 你带了个飞机上来 其实有什么寓意呢 我们觉得东涌的发展和整个北大鱼山的发展 其实在早前92年的规划是有机遇在 但是由于那次的机遇错失了 令到现在东涌成为三不像的地区 而机场的各种设施配套也不够 东涌本身住的人叫苦连天 但是大量的基建会在北大鱼山落成 这里就是为香港和整个大鱼山带来第二次机遇 我们希望就是机不可失 这一次是第二次的机遇 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另外特首就答应了东涌或者整个大鱼山的居民 他就说希望成立一个官方的委员会 可以去处理大鱼山的发展 那我们希望特首去兑现他的承诺 不要放飞机 不要放飞机 我想问一下你先刚才提到 东涌那方面的规划都其实不太好 不太完善 你又希望将东涌未来打造一个移居移商 移乐三方面都做到很好的一个新市镇 是 讲讲移居方面大家很关注 其实移居方面现在配套不足 那导致了什么问题 你见到呢 现在我们见得到整个东涌 在居住的人口的结构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一出地铁站 你见到的东会城好像很中产未十足 但是你过了一个小山丘之后 你去到日东村 那里其实本身以前的人口结构不是这样的 那里会是有居屋 有公屋 有私楼 但是很可惜经过十年的发展 那里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人是拿中援的 那人口的结构是严重失衡 另外各种社区设施的配套也是相当不足 由于东涌最先的规划是二十一万人口 现在住东涌是多少人呢 就只有八万人 那八万人呢 因为你人口不足 所有大量的设施配套呢 全部本身规划的东西都没有了 举个例子 好像本身就有个地铁站 是由东涌站延伸去到日东村那里 叫东涌西站的 但是因为人口不够 停止了发展东涌 令到整个东涌就停了 那这个站也都没有起了 那大鱼山的医院 那之前其实神祖都有的 但是这个医院等了十年 现在才叫做初初落成 还要是开八个钟很可憐 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 也挺可憐的 很多人都要拿中援 为什么在那边那么多人拿中援呢 是不是那个社会的福利支援不足呢 其实福利支援不足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 因为东涌本身规划这个城市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机场 就是同一时间起步 但是呢 机场就成为世界第一的机场 但是东涌呢 我们就沦落为 即是官员 口中的悲情城市 那究竟是发生什么问题呢 最主要就是 因为东涌本身呢 人口结构不能够和机场的发展呢 是有一个配套 以前的规划呢 本身在机场那里是有个航天城的 有商业的活动呢 另外有旅游的设施呢 同时间呢 也都是会有各种 比较低技术的工种在那里 但是呢 我们见得到这么多年来 机场的发展所只是一条跑道 和一个 即是shopping的地方 其他的设施全部没有 那变成一些人呢 就没有东西做 结果呢 大量人呢 就要去外面做 而机场本身 里面要找的 找东西去机场里面做的人呢 就在外区里找回来 所以这个是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 明白 你提到了 很多人其实没有东西做 又要出去外面打工 出去外面打工都很贵 因为交通费呢 出去东涌你都知道 是的 其实你觉得交通费贵的问题 可以怎样去解决呢 现在呢 东涌最主要的交通呢 就是靠铁路的 他坐地铁 出到市区上班 但是其实 大家如果知道 东涌里面 如果出到市区 时间长不再说了 但是最主要呢 他的票价是非常贵的 就是当初 我们经常都在说 喂 东涌票价很贵 一程二十多元 来回四五十元 如果还在那里 要转转车去其他地方 更贵一些 其实没有什么意欲出去做事 没错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 交通设施配套 是不是应该要改善一下呢 譬如说 可不可以在日东那里 建回西站 同时 港铁可不可以设立 真正有个月票优惠 给这么偏远地区的居民去发展呢 另外呢 在东涌除了对外交通不方便 就着对内的交通 其实也很不方便 一个例子 譬如说 现在要去机场 如果你在日东村 你需要搭车 去到东会城 再转车入机场 实在是非常不方便 那些班次也很贵 所以会不会在东涌里面 有小巴 作为一个区里面的交通 这些设施 其实全部都未有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说 东涌三不像的原因 是源自规划 而规划的原因 是源自政府出现反异 为什么刚才你说 这个港铁的月票计划 不是一个真正的月票计划 问题在哪里呢 港铁就在去年他说要加价 加价之后 他就说 将所有加回来的钱 我就回归回给社会 结果呢 他就推出了月票优惠 包括呢 这么多年来 当区议员一直都争取 希望东涌又会月票优惠 但是 可惜 港铁的月票优惠呢 就是东涌去到中环 这一条线 如果你去到中环上班 就有优惠的 的确是便宜了几元 但是如果你不是去到中环上班 你在其他地方 譬如在九龙 新界上班 一点都没有 而且还会贵 如果你买月票 但是呢 根据统计 有大概七成人 是不是去到中环上班 其实在九龙 新界各个地区 所以真正的月票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东涌去到其他转车站 都可以有个优惠 这个才是真正的月票 嗯 明白 那又想问一下 其实除了这个交通之外 还有这个医疗都很重要 你这么多人住 其实没理由 每次叫人出去 岛外面去就医 其实这个北戴婴山医院 就是预计在今年年底 会落成的 但是它的规格 其实就不是一个 好像一个大医院 就是刚才提到急症室 也不是二十四小时 也只有八小时 其实你觉得未来的规划 这方面应该怎么做好些呢 东涌最主要的规划 是有医院的 但是呢 就是过去十年 都没有建立了 所以呢 去到后期 就是大家争取 居民就是奋起了 那最后政府就决定 在那里建立了 但是建立完出来之后 其实需求是很恩切的 因为现在所有东涌居民 如果有事去哪里呢 马加列 就是你想想要搭那程车 如果心脏病 真是很大件事 是 那他们现在 建立了一个东涌医院 政府就说人手不够 因为医疗人手短缺的问题 所以呢 他就只是答应 可以提早开 今年开 今年叫做提早的了 其实 那提早开 还是开八个小时后 那之后呢 就是去到明年 慢慢就会恢复回二十四小时的服务 明白 希望大家继续争取 希望他的医疗可以做得更加好 除了移居方面 到移商 其实移商 接下来会建港珠澳大桥 机场有机会第三条跑道 其实就是说旅游 物流方面的行业 可以受惠 其实你怎样看呢 接下来东涌整个配套 就是建了这些东涌之后 是否真的可以大旺到整个旅游 物流经济发展 东涌未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因为随着 即是未来会有赤立角 和屯门的连接路 亦都可能会有第三条跑道 接着机场连接路等等的落成 其实和港珠澳大桥一起完之后 整个地区就将会成为一个交通中心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 就是东涌不应该 即是这些发展不应该 正是为东涌或者整个大月山 带来一条运输带 它应该是为那里带来什么 带来机缘 所以我们希望 在那里会有商业活动 会有旅游设施 可以居住 可以在那里玩 可以在那里再扩散 有所有的地区文化经济在里面才行 说到旅游设施物流设施 其实在那里 现在东涌是否真的足够呢 因为给我们所知 说来说它都是迪士尼 说到物流配套 其实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工厂大厦 你说如果要一些货仓 其实都没有 东涌的规划应该怎么办 东涌其实可以 包括航天城的计划 应该重新拿出来 因为东涌本身有个亚洲博纜馆 博纜馆 其实现在用量不太多 因为在那里展览 实在不方便 我们原先知道东涌的规划 就是在那里有个航天城 然后旁边有个海天码头 那个码头就直接可以坐船 譬如你在这里看展览 然后你就可以坐船 上去珠三角看厂 看完厂下来 在那里有个写字楼 航天城是写字楼 加上各种商业的活动在那里进行 但是很可惜 航天城不见了 现在变成一个歌与夫球场 接着海天码头就不开放 给外面人用 只是给机场转乘 即香港机场去深圳机场 一个转乘的服务 变成有码头没得用 航天城不见了 结果所有商业活动在那里就落成不了 结果东涌人想做事有没有做 这个就是现在的死局 规划做得不好 令整个东涌的经济 带动人民的生活都不太好 我想问刚才你提到 其实东涌自己很有特色 东涌有很多的农地 或者生态都很好 其实有没有机会发展一些生态旅游 或者是古籍文物径 之类的旅游 即是不会来来去去 只是迪斯利 或者是昂平360 其实你觉得这方面 旅游发展可以有什么空间 东涌的旅游资源其实很丰富 第一是有个马湾冲的渔村 这个渔村是很旧的 以前整个东涌未开发之前 这个渔村是市中心 但是很可惜 发展完之后 这个渔村又落魄了 政府之前想着 直接在渔村的旁边 填了海 可以建一个新市镇出来的 但是我们就觉得 不是那么适当 因为那个海是很漂亮 还有很有身体价值 同时那个马湾冲 应该是作为一个 本土经济销行的活动 另外东涌炮台 还有单车销行径 这些全部是可以发展的 所以在我们的计划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东涌移居城市 就将这些计划全部收留在里面 里面有旅游设施 有商业活动 有就业 有居住 所以都一样俱全 多方面的发展 希望打造东涌 成为一个更加好的居住环境 好了 那农年最后一次的 立法会大会的 立法会直击 就时间到这里 我们整年之后再见 拜拜